為了要典型學生四年來學習的聖歌 並從他專備用保健科 一層新大股型聖歌店 學生一條藝術作為設計理念 總共典型樂組精彩作品 內容包括著行學中及衛中定頂 上等的導演 美容保健科的同學 能夠將客室的教學 結合的包含他們在食物的領域 所以在整個展出當中 從他們的髮飾 他們的彩妝 他們的服裝 他們的造型 他們的音樂 他們的台步 乃至於他們自己所製作的 這些攝影的展品 都可以看到同學們本身 非常優異而有創意的表現 這回到了美容保健相關 的新歌之下 學生也挺現的 學生的領域 一個為電影創造頂頂的領域 這場精彩的演出 可以看到小孩對著專業 技術來掌握 還會他們的創意 和力情 這次的成果展 也展現了孩子 他在四年所學的一個 所有的課程 那這次是比較偏重於 在彩妝的美容領域的部分 學生透過了髮型課 透過了彩妝課 透過了服裝設計 透過了其他包含藝術美甲等等 人體彩繪等等 確實有非常亮眼的成績 那當天的學習成果展 也邀請了非常多的 業界廠家也來觀摩 那每個廠家都非常的驚訝 原來他們將來的實習生 有這麼優異的表現 美副科的主義表現 參加這篇成果展的學習都很認真 練習的規定 不要聽過音樂添 一步一步修改白練 就是希望展現更好的作品 看到最好精彩的成果 老叔也還有家庭 都感覺上當的驚訝 南天新聞為第一 鳥爺 蔡鳳報導 阿倫 阿倫 等 阿倫